中文系教授講情話應該會比較 有智慧一點對不對 也不會比較溜啦 但是有練過 有練有差啦 有練過喔 有練過 講電話講到電話 我到現在為止還是會跟我老婆說 老婆我還是很想妳 我愛妳喔 我覺得這樣子平常在這樣子講 那個感情還是有比較的浇灌 可是我不認為我剛剛那樣子的講法 就像每人說的就比較沒有智慧 我說智慧 用智的智慧 智慧比較豐富一點 對 我不敢 我現在 我上了年紀都很會計較 因為妳得罪的朋友連白骨都沒有找到 對 得罪我的朋友 白骨 我們真的覺得妳剛剛在講 複數妳以前的那一段 我們還是覺得妳在複數的時候 還是很嬌羞的感覺這樣 原來我的自然就是嬌羞 就像現在塞車就是幸福 感覺在談戀愛 來 婚前男人像傳令兵 婚後男人像指揮官 婚前男人在餐廳等女人 婚後女人在客廳等男人 等待一個什麼不回家的男人 對不對 婚前男人經常找女人討論 婚後她只告訴你結論 OK 婚前對她悄悄講話 婚後對她大聲說話 對不對 男人婚前都很幽默 婚後都很沈默 OK 該講的笑話都講完了 對 也不知道講什麼 再講妳就說我三秒交了 再來婚前毛手毛腳 婚後變成沒有手也沒有腳 OK 太小了 太碰了都碰了 這個太好笑了 OK 就表示說婚前是四郎 婚後是殘障 結婚都會殘障 婚前什麼都浪漫 婚後什麼都是浪費 對 對不對 婚前都會送玫瑰花 以前去西門町看電影 國賓夕院旁邊一定有賣烤雞腿的嘛 當然是一人一隻嘛 對不對 婚後就說 買什麼烤雞腿 吃飽再去看電影就好 這家吃完飯再去 對不對 這家 對啊 然後婚前都送你玫瑰花 婚後去參加公祭 拿一朵劇 然後呢 男人常常在婚前給女人空白支票 那婚後就給空頭支票 OK 生活妙不可言 那個談戀愛的時候 日子婚後就苦不堪言 婚前天天盯著女人對不對 對 但是一定要的 真的天天盯 對 不只盯著她 眼睛就想把她衣服勾光 對 對 高大哥 所以你們見面想的都是那件事情 真的 所以你很忍耐地 克制自己跟我們吃飯看電影 對 然後話很多這樣子 只是想騙你上床 所以他跟我們吃飯看電影 完全都在想了後面那件事情 那只是一種孤城 那只是一種過程 對 一步一步來嘛 所以我們罵你說前戲那麼短 其實你們很冤枉 你們前面這個都叫前戲 對 這個都叫前戲 前戲都在婚前玩完了 這個有pre please please 不是只有foreplay而已 OK 再來 天天盯著對不對 然後婚後是女人盯著男人 你說小禎要不要盯緊一點 要 要啊 她其實盯得也很緊啊 對不對 還是有九小時的空白 嚴冠戶出狗餐 婚前許下下輩子再結良緣 婚後懷疑上輩子造了什麼孽緣 再來 婚前黃話都是情話 婚後情話變成廢話 婚前是再靠近一點 婚後說妳要剩下輩子 剩下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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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搶掉妳的腳踩 把妳的大屁虎挪開 對 我說妳這樣醜 剩下輩子 對啊 其實戀愛就好了 不要結婚了 對不對 對啊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板子 來 看看 這個是婚前婚後落差最多的 來看 先看不好的 這個落差很大的 筆樑歪斜 筆樑歪斜的人呢 講話比較言不由衷 好 有個兵 打斷了那沒辦法 但是呢 有時候就是善意的謊言 她結婚前跟結婚後 太太的體重都沒有改變 她婚前60公斤 婚後也是60公斤 可是她婚前看她 就怎麼看怎麼可愛 好 那所以改變的不是這個女人 改變的是這個男人的心 對啊 而且很毒欸 老公我今天上棒真的瘦兩公斤 你忘了你沒化妝 真的很毒欸 真的很毒 我一個朋友她先生 她 妳剛剛還說 嫌她胖了婚前怎麼樣 苗條婚後 體重一樣嫌她是豬 結果兩個女人在對談的時候 她就說 妳老公罵妳豬 那妳應該感動 她說我是一面牆 她就是一面牆 所以婚後就是一面牆 那這比豬還慘 惡劣惡劣 大眼睛不可以喔 大眼睛是這樣子 那女人也是嗎 女人大眼睛也是婚前婚後變很多 對 大眼睛婚前就是很活潑很熱情 然後很好動 然後什麼事情 老公要喝水 妳不要動 我去幫妳弄水 但是婚後的時候 就翹著二郎腿 就等著人家服侍她 這個就是婚前婚後 我也是想洗女生 我也是洗 妳應該還好 妳有別的啦 妳有六百個鏡頭 再來上酒家 腦後見塞 腦後見塞 腦後見塞就是說 從後腦勺可以看到這個塞幫 這個為什麼就是說 她婚前婚後不一樣呢 婚前所有的財產都是對方的 我的就是妳的 妳的也是妳的 但是婚後的時候 就開始自己的理財規劃 自己偷偷買的保險 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儲蓄計畫 另一半全部都不知道 當然我們知道相不單論 這個相給大家做參考 還是要整個臉型來論 第一個是臉型方中代緣 臉型方中代緣的人 他做很多事情 他就會思前顧後 那你知道 這個江湖跑老了 膽子跑小了 當他想太多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敢做 只要有一點點 他覺得不是很妥的 這個應酬 我快算了啦 所以這種人在婚前 就不會跟你開太多支票 因為他本身就是緊鎮的人 對不對 所以就一致 所以他婚前如果是小氣 他婚後也是小氣 好 妳有點像我了 上後下薄的嘴唇 上後下薄的人 就是永遠都他願意付出 而且他那個很特別的能量 遠遠不絕 很聰明 對 這樣就是上後下薄 標準型 這樣就是上後下薄 那你回覆你的原狀看看 其實你很一致 上後下後 你上唇跟下唇 非常的平均 那個黃老師也是很平均 那很平均的人呢 就不會說要等著人家付出 那也不會為自己要付出 你就會講求一個平等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幫我倒一杯水 我也會敬你三分 我也幫你舔晚飯 做人不是剛好就好 好兇 我看起來那個嘴唇很性感 你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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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會 何處是你埋身之地 你還沒想到 師父不存 因為你稱讚我的嘴唇 是性感的話 我絕對給你個全師 謝啦 好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找對象的時候 如果說他的嘴唇 上下都適中 那當然最好 那假設說一定有這個上薄跟這個上厚的情況 我們要選上厚的 因為上厚的他永遠都會願意為人家付出 而且他常常覺得為人家付出是他的榮幸 是他的福報 真的有這種人耶 就是說我覺得我有能力 所以我才可以這樣子付出啊 那有些人付出會覺得很不平衡 上面很薄 下面很厚的人 他就覺得很不平衡 對 可是如果上下都很薄的人呢 講話就是刀子口 就是講話就一針見血 就有時候就太傷 男人一個月賺五萬塊的 看那裡就行 怎麼會帶母 然後就是傷到那個男人的自尊性 什麼 這什麼時機 賺五萬塊 對啊 還可以帶母 還可以帶母 你知道有些人講話就是比較 比較尖酸 柯薄一點 眉毛清秀不中斷 對 我們如果看 尤其是看男人 因為女人的比較不準 是因為女人可以紋眉 可以秀眉 可以畫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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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眉毛算非常好 但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畫過 假設說你的眉毛 有紋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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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得讓她比較密一點 那這樣也很好 因為像猶新生 你是什麼樣的像 斷過 你斷過 對 斷過 斷過 有時候就是受傷過或怎麼樣 好 閉嘴啦 大家修一下 對 這個在看老人家很害怕 其實 眉毛清秀不中斷的男人 有個最大的好處 會幫忙做家事 會體貼女性的辛苦 假設說他的眉尾 還是聚合的 因為有些人 男生眉尾是散開的 那眉尾如果聚合的 那就是有始有終 那但是如果你的男人 眉毛是散開的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拿個踢刀幫他修一修 也好 還是要帶他去聞眉算了 沒有沒有 修一修就好了 修一修其實就非常的好 對 OK 好 今天呢 我們也只能討論到這裡了 那這個呢 既然大家已經知道了 人世間的道理是這樣子 就認了吧 我們現在都是功課的那一欄 對 好 我們就認了吧 總是 還是有一些功課嘛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功課的話 對不對 這關哪過 吃八道 謝謝 謝謝 謝謝